宝宝巴士 阅读启蒙 有声的哟 拉布拉多警长 世界宝藏 太极林的眼泪 一 哎呦呦 拉布拉多警长 科技警长说的目击这样的人 到底在哪里啊 太极林旁 渡冰警员好奇的东张西望 灌木丛里传来的声音 啊哈 是一只橙黄色的小猴和一条绿色的小蛇从灌木丛里窜了出来 小猴吹笛子 小蛇跳舞 他们俩一边吹一边跳 绕着拉布拉多警长和渡冰警员转了两个圈 大名鼎鼎的拉布拉多警长 还有渡冰警员 这是我们特意给你们准备的欢迎舞 是的 是的 欢迎欢迎 谢谢你们 呃 两位小朋友 你们就是科技警长说的目击症人吗 是啊 我是狠狠红 我是小蛇啊 我们经常在太极林边上演出 我这笛子 我跳舞 可就在昨天晚上 我们看见有人来偷太极林的宝石 对的 太过分了 我们看见那个小偷是只个子矮矮的青蛙 嗯 长得像一个黄绿色大果冻 什么 这个长相怎么和蛙太狼一样 哎哟哟 难道是蛙太狼干的 可蛙太狼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嗯 不管是不是蛙太狼 我们都得先找出它 这个小偷偷了这么多宝石 肯定要想办法把宝石卖出去 有了 恒河猴 小蛇 得请你们帮帮忙 拉布拉多警长小声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恒河猴和小蛇 嘻 这个办法太棒了 对的 对的 拉布拉多警长真是太聪明了 嘻 为了修好太极林 大量收购宝石咯 红宝石 蓝宝石 黄宝石 十万买一颗宝石 我们不差钱 对的 对的 我们不差钱哟 恒河猴和小蛇引来了一大堆路人和游客的目光 他们边走边喊 一路走进了一条小巷 这时候 一只蓝孔雀突然冲了出来 拦住了他们 请问 是你们要买宝石吗 狗狗狗 没错 没错 什么宝石我们都要 对的 对的 十万一颗哟 天哪 我要放大财了 我这里有 有很多宝石 蓝孔雀拿出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袱 包袱里面居然全都是亮晶晶的宝石 你们看 红宝石 蓝宝石 你们要的我全有 就在蓝孔雀打开包袱的那一刻 早就埋伏在小巷里的渡冰警员 就像一只箭一样冲了出来 抓住你了 一把给蓝孔雀戴上手铐 拉不拉多警长也走了出来 你们是谁 凭什么抓我 我们是警察 你这包裹里全是太极灵偷来的宝石 我们当然要抓你 估计 你们怎么是 不对 你们凭什么说这是太极灵的宝石 哎呦呦 你这些宝石的品种和尺寸 全部和太极灵被偷的宝石一模一样 不可能这么巧合 所以你这只能是偷来的 估计 这 我 蓝孔雀仗红了脸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渡冰警员得意地换换脑袋 可一旁的拉不拉多警长 拿起包袱里的宝石 仔细观察了起来 忽然 拉不拉多警长注意到了什么 他乌黑的圆眼睛射出锐绿的光 不对 这些宝石全部都是假货 什么 假的 大家都惊讶地看着包裹里的宝石 其中最激动的居然是蓝孔雀 蓝孔雀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都快吞下一个大鸡蛋了 咕过去 怎么可能 这是我帮大家钱买的呀 是假货 真正的宝石是石头 可你包裹里的宝石 里面却有细小的气泡 说明这些根本不是宝石 只是仿造成宝石的玻璃而已 横河猴河小蛇 好奇地拿起包裹里的宝石仔细看 果然 这些所谓的宝石 全有细小的气泡 哇 拉布拉多警长真是太厉害了 连怎么见别真假宝石都知道 对的 对的 拉布拉多警长真厉害 哇 蓝孔雀垂头丧气地盯着这些假宝石 都快哭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 姑姑知 这些宝石 居然都是假的 都怪那只青蛙 是他骗我买假宝石 两位警官 我愿意进攻线索 你们一定要抓住那只可恶的青蛙 你还不得了吗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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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